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啦好啦不要这么激动嘛 你看人家白老师都矜持 好 刚说你矜持你就来了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昊花与三猫可爱 我是三猫 大家看我面前这么多的牛肉 我一共买了10斤的牛肉 所以要给猫咪做一个牛肉大餐 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你看这是牛腿肉是不是 给芙芙闻一下 不要动嘴 你也不要动手 不动手 扣我的肉吗 哎呀 中分扣肉很贵 你怎么这么坏呢 你为什么要偷肉肉 不乖 真是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就开始切肉了 我们终于切完了 老母亲腰都打不直了 关上 然后插上电源 先烤个30分钟 然后打开看看情况 我先瞅一瞅 还是有一些水分 但是有一些 算这个里面的就已经干了 就继续再烘 烘个10个小时吧 就是明天早上 然后就可以吃了 那么我们这个肉 经过昨天一晚上的烘烤 已经完全的变成了肉干 我们来看一下它 到底变成了什么样机 很纯粹的牛肉的味道 感觉猫会很喜欢 就是这种味道 摇摇摇 对对对 这种自己做的话 你自己买肉 然后自己做 不用添加任何东西 就会放心很多 但是这个吃了会很干 所以饮料记得 怎么了 卡着了 所以一定要给猫咪额外的给它们多喝点水 肯定一次是吃不完的 而且我做了这么多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超真空的机器 相当的完美 感觉这一次的自制牛肉干非常的成功 然后说一下这些花的多少钱一共 这个机器 加上这个机器 还有这些袋子 一共花了956块钱 然后我昨天又去买牛肉 花了差不多将近600块钱 所以一共花了1600块 但是呢 以后如果经常买牛肉 经常买肉自己做的话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 下面有小宝宝的话 下面有小宝宝的话 也可以给小宝宝做一些肉干 冻干凝食的 总要比 就是外面自己买的一些 可能要让人更加放心 然后更安全一些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要记得点个关注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跟大家说再见